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赵丽颖给儿子打电话,无意间却收到冯绍峰的短信。 网友,复婚吧! 赵丽颖10月16日刚过完36岁的生日。 但赵丽颖今年比较低调的过,往年能与儿子一起。 今年也不例外。 因此赵丽颖才没有公布太多消息。 都是为了保护想想,但冯绍峰私生活如此乱。 儿子在冯绍峰身边不怕会学坏吗? 其实,离婚后的冯绍峰,真的改变了很多。 都没有传出任何的绯闻,一心一意将儿子放在首要。 对赵丽颖也很上心,知道赵丽颖生产付出。 一定会以工作为主,相对看孩子的时间会减少,为此。 冯绍峰竟然直接带儿子到剧组的附近租下房子。 只为赵丽颖想看到儿子时,能随时随地看到。 冯绍峰虽然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,但绝对是一个好爸爸。 而赵丽颖冯绍峰离婚的事情,因为儿子还小还没有说出来。 在儿子面前营造一种两人还在一起,等儿子长大一点再说。 也是为儿子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。 一次,赵丽颖给儿子打语音视频时,无意间却收到冯绍峰的短信。 被注上的赵老师引发热议,看来,冯绍峰还是牵挂着赵丽颖。 为此,网友纷纷表示,复婚也不错。 而今的赵丽颖,在离婚后事业红祸。 彻底活成每个女人所羡慕的那样。 即使当妈后身材苗条,没有坠肉,不知是怎样维持的。 赵丽颖分享过早晚来一杯和仙橘,淘宝有。 难怪深,才会这么好。 其实,夫妻还是原配的好,不管怎么说。 为了儿子有一个完整的家,还是希望能再试试,磨合。 对此,你们希望他们复合吗?